文化新創加速器 很高興我們這次文化新創加速器 已經到了第二期 文化新創加速器的初衷 其實希望把各個產業生態圈的夥伴力量都聚合在一起 讓這個產業能夠逐步的壯大 盡量展現各位最有想法最活潑的那一面 順利的獲得投資人青藍 這次門看系可以成為第二期的學員 去run這一系列的課程 有許多事情其實是自己有想到的問題點 但是不知道怎麼突破 在多方的資源下說不定可以找到一絲絲的切入點 可以讓你解決你這幾年來的一些困惑點 這算是我們第一次實際上很認真地找投資人 然後也理解到說我們對於天使投資人 對於VC對於不同階段的投資 我們其實溝通有不同的重點 在溝通上面找尋策略夥伴 可以找尋投資人上面能夠更有效率更對焦 過去其實我們團隊參加過蠻多的加速器 那文測園真的是讓我覺得條件最好的 所有的課程師資非常的豐富 文測園這邊提供的資源在很多加速器來講 算是非常獨一無二的豐厚 團隊之間彼此的連結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強的誘因 所以透過這個計畫其實我認識到了很多很優秀的團隊 相信可以技術不同的活化 課程安排上的確它是有系統性的包含 比如說募資層面的或者是會計層面的 各個不同層面的設計進入課程 盡量地把握機會能夠入選當然是最好的 就把自己投入在這個program裡面 然後盡可能地像海綿一樣去吸收各種 你可能已知或是你未知的資訊 因為我們公司是比較國際型的 其他國家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結盟 怎麼合作等等 這些我覺得有可以諮詢可以參考 或是說可以去問問題的對象 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幫助 我們也蠻希望文測園可以繼續 某種程度地參與我們的事業這樣 我覺得不管是法務還是財務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我們自己從一開始的簡報到最後就是demo day的簡報 我們都可以感覺到很大的差異 可以把加速器想像成就是為了這一天而存在 整個過程上課培訓創業家 我們都是為了這一天要讓大家更認識我們 所以身為新創門大家一定要在這個過程裡面去學習到 怎麼樣在六分鐘pitch自己 怎麼樣撰寫自己的business plan 那最後這一天美和大會的時候要怎麼樣運用自己的優勢 來讓投資人更認識你 所有的偉大的事業所有的大型企業都是從一顆種子開始 所以沒有種子就沒有後來的大樹 我這邊在設計產業的時候 絕對不會遺漏每一顆有希望的種子 所以我們很努力地在不管透過各種方式來支援新創事業的發展 這天ので好,是最好的